Hello,大家好,我是魚爸 今天又到魚爸的時間 實在太久沒有拍片了 原因是Dodo近期大病了 九歲幾十歲 魚太太他們又回到台灣 家裡只有我一個人去處理的情況之下 有點吵架 所以近期就少了拍片 最近Dodo終於康復了 所以魚爸終於有時間可以出來拍片 Yeah Dodo身體健康 今天魚爸要做一件事 就是很久都沒有更新我們的科技系列 魚爸今天就要做波技系列 我們今天先看看我們的主角 就在這裡 大家都知道之前魚爸有買一部M710Q 接著是放了一粒QDJ1的CPU 影片在上面 各位觀眾自己可以去看看 最近Intel第12代CPU好像很厲害 很適合拿來做文書機 相對來說又省電 而來又省位 找了很久的情況之下 找到這個產品 這個就是華慶的DECIMINI 它的尺寸很小 跟我們之前的M710Q1大概相約 但它有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放到一個正規的散熱風扇上去 事不宜遲 魚爸都說了很久了 那我們馬上開箱看看 叮 好了各位觀眾 那我們開一開來看看 內容物就不太多 阿Dodo 阿Dodo在玩耳智商 別管它 好了 那測完了 內容物都不太多了 那我們的DECIMINI主題 大家看看 它多小小 它的火牛 120W的火牛 無線網卡 和它的天線 它附了兩條SATA線 喬伯斯的這個散熱風扇 今天我們選用的CPU就是12代 Intel 12代的CPU 12500 這顆是散熱風扇 它的號稱尾相耗機 我不知道 介紹就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馬上 撞機線 Hello 大家好 我是魚爸 之前已經把DECIMINI組裝完了 過了幾天都使用過一段時間 也做了一些測試 馬上給大家看看測試上的分數 R20的話 我測試過的情況下 多核心大約4300分左右 單核心大約655分左右 R23它的多核分數 10300多分左右 單核1589分 大家都知道 Intel 12代的單核心情況 都不弱 CPU Z的情況 多核來說 大約5100分左右 單核心大約692分 大約約700分 這個情況 12500 它的內顯 可以去到UHD 770 它跟老大哥 i9、i7等 用同一個內顯 如果用這個內顯去看 基本上 YOUTUBE 可以同時間播放3個8K的影片 但是 正常不會有人這樣播放3個8K 聲音出了哪個呢 意思證明 如果它做一般的文書處理 甚至一些圖像的處理 它的核心足夠 它的內顯其實都足夠能力 除了文書處理之外 亦都有一些影音的處理 其實這顆CPU 這顆內顯是OK的 日常來用CPU的溫度 都是40多度 50度 都不夠 這塊底板 它竟然有兩個散熱風扇插頭 魚巴就是這樣的情況下 外面就加裝了一個散熱風扇 12cm 遲吸式吸在外殼 用了這個額外的風扇 散熱 整個機身的機殼 在運行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冰涼快 整個CPU的溫度 大概都下降了3-4度左右 最少都 反正外面加一個12cm的風扇 其實都不是影響它的體積很多 所以我就這樣貼在這裡 貼住在這裡 之前M700Q、M700那些 全部都是它的模組化風扇 那種的溫度風扇 會比較吵一點 那種的下吹式風扇 相對來說是比較安靜很多 它的厚度厚一點 但是它可以安裝到一把正常一點的散熱風扇 對整個機身的散熱來說就好很多 對整部機的性能發揮來說也好很多 所以這裡魚巴也很推薦各位觀眾 如果你真的喜歡一些小一點的主機 也想買一部文書機以上等級一些 又可以看一下影片 又可以做一些影音或者圖像的處理 其實這一部是非常適合你 有觀眾就會問 為什麼不買i3的12.100 如果是我選擇的話 其實我覺得i5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核心數會比較多 內顯也會比較好 如果你嫌它的尺寸和性能 都不太夠好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型號 就是deskmeat 這個deskmeat還可以裝獨流顯卡 所以一件事就是各位觀眾自己搜尋一下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今次介紹的就是這部Deskmeat B660 對,沒有記錯這個型號 希望大家也在這個影片裡 集一集氣 讓它多些動動一些 和多些活動一下 讓身體健康一些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下次見,拜拜! C인這些影片 到下面咸共聽 那我們這吧 是的,都給矢部